詩曲 李宗盛 一切氣都不生 包括儿女的事都不能去管他了 对儿女的气也不少 他们都大了 他也咋弄咋的 他不欺负咱们就行 都不会 身体还可以吧 身体还可以 都不行了 我也带着 不带着干蒙不行 所以我说大军来见 大军啊 我都听不到了 七十年 在人类历史上 不过是一瞬间 而对个人来说 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 甚至是很多人的一生 在中国纪念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之际 由这样一群 早已进入冒叠之年的老人 接到了一份特殊的通知 一个通知 整个审论下来 9月20号报到 苏利便领导 向我传达了 说深军区和深阳军区啊 推荐你去参加阅瓶 我听到这个 我就还没往下说呢 我就挺高兴啊 吕品是江苏州人 1939年入伍 在苏北的岩阜地区 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 对于九十一岁的老人来讲 能够获邀参加这次阅兵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荣耀 后来说了 说了 你不认同意还不行 还得卫生部门啊 哎 表态 吕品老人 尽管年过九旬 身体仍然很硬朗 他坚持要去参加这个活动 为此 专门去做了年度体检 这一代人 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因为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 背后还有老部队 还有那些逝去的战友 这都成为挥之不去的牵挂 我们那是八路人啊 所以说讲到这儿 很有意思啊 我这个 谁在三九年 四月肉到抗战胜利啊 就是六年多时间 六年多时间 我又是八路人 我又是刑事局 曾经参加过抗战的老兵 大多到了八九十岁的高龄 在这个世界上 值得留恋的东西不多了 在2015年 这个特殊的年份 这些老人在一起经常聚会 谈论的都是抗战的话题 能够被邀请参加阅兵的老战士 是幸运的 他们都有一个信念 无论身体状况如何 一定要去 不能辜负战友和儿女们的 共同期盼 陈德俊是山东林一任 1939年入伍 抗战胜利时 在山东纵队教导五旅十三团 经魏联任班长 我这部队呢 叫山这个八日军山东教导五旅 那个旅家就是两行徒 我这一户知道的 整尾就是洛华生 其他连长 谁上 我就不知道了 什么团长 整尾应长 凡是同处部队 我就不知道 山东总队 是中共领导下的一支 敌后抗日武装 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经过五次整军 逐步发展壮大 后来与八路军 一百一十五师 合并为山东军区 这次胜利阅兵中 就出现了山东军区的 荣誉旗帜 中国人民监法 你参加什么困难 只有49个人 就说是吧 其实有你 你不要太激动 怎么怎么怎么 我参加 不是代表我 我谁的运 我代表咱们38人 代表我们牺牲的烈士 代表现在同时 我们广如属于大家 我也参加 在参加抗战胜利阅兵的老兵方队中 也包括一部分原国民党军老兵 陈嘉前是四川穷来人 十四岁独自前往重庆投军 恰逢二十军军事教导团在于招生 他有点文化又身强力壮 很顺利就被录取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所谓无穿不成军 就是指抗战期间四川人大量奔赴前线 全国各个战场各支部队都能见到川人身影 由数据初步统计 目前全国幸存抗战老兵人数 约为五万人 年龄大多在九十岁以上 其中 有一百多人 幸运地成为纪念抗战胜利大阅兵 老兵方队的组成部分 这些老兵经过层层临选 从身体状况到战功资历 以及地域部队等方面的代表性 基本可以代表抗战时期 中国军队的基本面貌 中处的往事被重新唤醒 对于这些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来说 尘封了七十年的记忆可能有所模糊 很多具体的人和事未必清晰 但有两个地方 他们永远不会遗忘 那就是家园和战场的样子 近代以来 经过明智维新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日本 很快将野心转向了鸡贫鸡弱的中国 从1874年侵略台湾 经历了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 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 在1931年挑剔918事变 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 而当时的中国如同一盘散沙 国不知有名 民不知有国 军阀混战四分五裂 普通民众生活困苦 我们只没四个 五个 我两妹没饿死了 一个送人了 我两个弟弟都死了 现在就剩我自己 只没六个 我妈妈被这个土匪 赶在井里面就甩死了 我十三岁给弟主放牙 1931年的918事变的炮声 激起全国军民的抗日怒潮 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中国南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 也发出了抗日宣言 不久 他们就踏上了万里长征的漫漫征途 1936年 他们来到了辽阔而平级的大西北 而甘肃静宁 更是当时中国最贫困的地区 从没出过村子 年仅13岁的于心园 被这只戴着红星八角帽 从远方来的队伍 深深吸引了 他说红军到了我们街市府 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台上讲话 现在讲话那个台还有 他讲了很多话 因为我不懂 最后我听懂他一句话 就是红军是解放牢枯大众的 这句话我听懂了 后来他们在我们家住了18天 这个红军对我们听好 开始我没有说这二百只羊是地主的 后来我看红军对我听好 后来我就告诉红军 我说这二百只羊 多羊是地主立六甲的羊 后来红军把这二百多只羊赶去 吃肉改善生活了 我就跟着红军来了 停留一段时间后 红军开拔了 这时地主放话 要于心源加赔两百只羊的钱 害怕被地主报复 于心源干脆改名换信 报名参加了红军 从此闹起了革命 当时我参加红军是红一方面军 一团 回名连 回名 当时才有回名连 我们的连长叫周芳提 这个我参加红军 在那个红一寺的回名连 当小鬼 就在红军到达陕北前后 日军开始进攻热河长城一线 中国民族矛盾迅速激化 在中共领导下 华北爆发了一二九运动 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潮 觉醒的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变 日本侵略随远 被副作义的部队打得一败涂地 蒋介石逼迫东北军 西北军打内战 营发了西安事变 那大刀我看个红颜墙 也没有军装 穿个地主的黑裤子 上面还排个衣服 看个小红颜墙就不错了 还墙哪有墙 红颜墙 现在的墙 那时候别说打油 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哪有墙 红颜墙自己也没几个墙 在中共促成下 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结束 不久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正式建立 中国抗战的新局面到来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 国共终于携起手来 共同对地 当时中日两军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 国民党军队的装备远不如日军 而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 更是衣衫褴褛 装备简陋 红军过去都是靠打仗脚 卸来武装自己 装备比起国民党军尚且不如 更不用说跟日军相比了 于兴元刚当兵时 连军装都没有 只好穿老百姓衣服 我们那个红军当时改变国民革命军 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时候 我们这个部队住在陕西省 有个正宁县 当时逐宗司令和左权将军去把我们宣布改变成国民革命军 十八集团军 第八路军 一百一十五四阳城五独立团队 我们最早看见总司令就是在正宁县的撒拉巴和左权将军 那时候他穿上那总司令穿得上他也没有军装 我没有啥军装那不是和现在也没有 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向来有艰苦朴素的传统 抗战时期 八路军最高长官的跃象还不如国民党军队士兵 而且公开透明 士兵一员 连排长两员 团长四员 从师长到总司令一律五员 直到现在 渔行员身上的老红军本色也没有发生改变 几十年的生活一如既往 朴素实在 我们心里想来最好做服装做当时刑事军的服装 再加上能够排戴刑事军的这个符号 这样我参加了于并还有收藏的意义 因为过去我们的旧服装都没了 都穿碎了都 是不是 昨天看到你那个讲得挺好啊 昨天中央台 昨天啊 中央台已经拨了你了 哎呀多贊助 哎呀你听 我好啊我神家 你一号 你讲的那个话讲得多好啊 哎呀真是代表了我们扛的老兵的这个讲了 你代表 你代表你老英雄老英雄吧 你代表 啊 你代表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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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过去了 这些经历过硝烟的老兵早已习惯离休后的生活 他们对物质要求不高 生活简单朴素 经常穿着旧军装保留着很多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军人习惯 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 他们依然没有改变老兵的本色 抗日战争爆发时 这些老兵大多年龄尚小 在全面抗战的烽火中慢慢长大 这样年龄的孩子 在现代社会里 还在父母身边备受呵护 在课堂上学习知识 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特殊年代 为挽救民族威王 这些少年却要成为战士 即将奔赴江场 1931年 我是七岁吧 就多于这个熟州女士辅校 1937年 不是正好是多了六年吗 我小学毕业 就遇到了这个 陆季晓事变 七七事变第二天 中共通电召告全国同胞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讲 号召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 皆有首途抗战之责任 皆因报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从这时开始 日本的全民侵华 遭到了中国的坚决抵抗 记住就有日本进攻上海 就有松户会战了 松户会战的时候 这个日本飞机就轰炸这个熟州 炸得很厉害 松户会战是抗战中规模空前 战斗最惨烈的战役 在上海地区 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 仓促投入战斗 用血肉之躯 与精锐的日军 打了一场硬仗 战火中 大批平民被迫背井离乡 颠沛流离 日本这个侵略 我们嘛 这个必须没有办法嘛 你只有这个办法 父亲 母亲的 回到了这个老家那个地方 1937年11月12日 松户会战之后 日军攻陷上海 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一路速江西径 战火很快波及到旅品的家乡 苏州于11月19日沦陷 12月13日 日军攻陷南京 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另一路日军渡江北上 占领了延城 赋宁 连云港 旅品随家人 为躲避战火 回到了老家树阳 不料到了1938年初 日军的铁蹄 也已踏入了树阳西围乡 就经到西围乡 西围乡里我们前庄堕园 就是前后庄 一立堕路 在西围乡 装备精良的日军 遭到了意料之外的抵抗 当地13个庄子的民众 自发成立抗日武装 用土枪土炮抗击日军 取得了一次轰动苏北的胜利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日本规则也是 认为到这些地方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呢 谁不知呢 这个土炮 哗哗哗的一声啊 烧出去啊 炸死了好多日本兵 这个日本兵就回去了 撤回去了 隔不躲就啊 他又来了 来干什么 进行报复了 到西围 进行报复了 把西围周围啊 一二十个城庄 都扫广 人躲起来了 发现人了 都被那个 那个 这个 诶 借人嘛 反正就都杀 就从那个时候啊 我们说阳县呢 很多象征 纷纷地啊 这个住着 抗日救护的 这个自卫队 1938年12月 中共抽调干部 来到山东 陆续收编整合 分散于苏鲁 玉碗边区的 各地抗日武装 成立八路军 山东纵队 在苏北的树阳 肃谦 虽宁等地 山东纵队 也派出得力干部 联系当地的 抗日自卫队 把他们合并 组织起来 就在这个 唐口 参加了 八路军 山东纵队 龙海南京 尤其支队 成为八路军的 一名战士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中共以陕甘宁边区 为八路军 星四军 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 总后方 陆续建立了 靖察记 靖济鲁 靖隋 山东 华中 华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互配合 在漫长的战线上 顽强抗击着上百万清华日军 我们父亲有事得到 我也快儿子 我母亲就弄一个多儿子 她愿意我去当兵 她不要人在我那儿 我就不 我又看到那个形势 我说我国家到了这个城 尤其是到了这个城 天下有大量有钱的人 而且我把他们比较坏 尽管有 有火箱棍子 我们穷人早日要遭殃 今天不介意 早日打着关系抓紧 哦 所以这样子 我说我自治里面 也觉得还好一点 还光明一点 打死了 我们心甘情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